阿你整天在嘴 好像你很厲害 阿法規啦 講不出個屁 或不是劉偉健 開店還煮偉健 幹嘛 省租金嘛 所以他在新聞上面說 我租金不調漲的情況之下 阿就偉健啦 當然省租金啦 他昨天在嘴有負責人嘛 然後嘴有便當店嘛 我就講這兩樣就好了 他說我在割韭菜 沒關係嘛 我們慢慢來 喔 料還很多 喔 料還很多 後面還有一些料 慢慢來 跟TOYS員工比薪水喔 喔 對啊 我想跟TOYS比員工薪水 他不敢比吧 我們便當店最低薪資啊 最低薪資 5萬 主廚7萬 好一間店 每一個行業都有他的法規 我們一定要找建築師 消防技師 去審 甚至還要主動通報新北市 或是新北市政府 或是台北市政府來做抽檢 有沒有 我有沒有講過無數次 當一個老闆的 就是這樣子 偽健是怎樣 你開店裝潢 你都沒有請建築師 你也沒有公安審查 你就給他租下去 然後怪房東 大家有這個觀念 業主是你 開生意的人是你 你要自己去做公安審查 消防審查 還有建物安全規定 合不合法 按照法規來說就是這樣 你整天在嘴 好像你很厲害 阿法規 講不出個屁 阿嘴人家負責人 你也不去看一下人家公司的結構 我又不是劉偽健 對不對 出一氣嘴 整天在那邊吸爪 妳們怎麼說 講掌頭 不能 running 完全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們也信 嗯 我不是劉偽健 開店還租偽健 幹嘛 省租金 所以他在新聞上面說 我租金不調掌的情況之下 阿就 偽健阿 當然省租金阿 還有我公商負責登記人 我剛剛就給你看阿 你做嘛 不是啊 你做出來嘛 不然你在 只會 我正沒有註的 在那邊淹 我都有證有趣 我是不是說你不是負責人 你就不是負責人阿 我開發票 發票要先扣5% 你會不會算嗎 然後最終 才是我賺的 220 你算一下毛利40%剩多少錢 你算嗎 還有你說我的便當90塊做得出來 這個東西請你提出證明 請你提出證明嘛 對不對 就像我講的嘛我說 這個你就割韭菜啊 他昨天在嘴有負責人嘛 然後嘴有便當店嘛 我就講這兩樣就好了 沒關係嘛我們慢慢來 料還很多 料還很多 後面還有一些料慢慢來 跟TOYS員工比薪水喔 對啊 我想跟TOYS比員工薪水 他不敢比吧 我們便當店最低薪資啊 最低薪資 5萬 現在我已經請半年了 都沒有開店 空燒半年 5萬 阿主廚7萬 阿已經空燒半年了 只為了做出大家最好吃的東西 來比啊